看一把钳子拔的涅兮空军大副昆虫加勘探 这个阵容你别说操作上限是蛮高的 但这个阵容打涅兮 看几个飞轮昆虫飞轮 空军的话带薄命 双薄命双飞轮还行 还行 昆虫如果说能够拖到飞轮CD 好 然后利用飞轮能躲一些伤害 拖到个一分二十秒到三十秒 这个局就有机会了 因为他们是双薄命 不过空军带薄命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就除非这个阵容里面没有薄命 大副有薄命的情况下 空军那把枪 其实已经相当于一个薄命了 你再带一个薄命呢 就怕什么呢 怕自己被抓 烂衣着涅吸头铁 对吧 带个金身上来抓空军的呢 有的 飞轮躲掉刀好的 可以 钳子麻这把不好打了 六十秒第一刀还没开 这服了 什么情况 大副有怀表 蓄力的 起不起跳 落地一步 精准预判再打 双刀 双刀 这波钳子拔赚的是盆满钵满满 弹开一手 弹开一手 一跳 两跳 落地蹦 啥都没蹦到 昆虫 这边收虫 勘探员磁铁再现 nice 这波的话 勘探员是交出了个飞轮 这波吸下来又不一样了 这波勘探员立大功 这波勘探员立大功 一跳 两跳 落地蹦 这块磁铁 扛 刀 这勘探员晕了几波 这个逆袭啊 哇 这勘探员真的是 应该怎么说呢 天降神兵 砸了两块板 三块磁铁全吸到 总共 拖了五次 有飞轮的啊 完了 完了 炸裂了 空军手里还有个搏命呢 看来这边开始修机子了 这波打完以后 拍拍屁股走了 不带走一片云彩 钳子吧 你也有 今天 你也有 没关系 没关系 空军来救人就可以了 带着枪过来 手里还有个搏命 怎么 看太鱼还要再打一波 看太鱼再打一波呢 因为他的机子比较慢 也行 聂歇这边过去干扰空军 三跳 一蹦没蹦到 那边人就下来 但他手里面现在没有技能 他如果有技能的话呢 这边吃肠踹一脚以后去抓这个昆虫学者可能还行 那这样的话那边两个人状态补一补 落地一步 那边两个人状态补一补 先把状态补好 补好以后外面起新机子就可以了 压空军的遗产机 因为看太鱼外面重新起了台机子的 你这边让这个昆虫去修那台机子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空军上挂就上挂了 根本不太怕的 大副不要过来 大副是个半血 其实没必要过来的 看那边一个人过来压着就可以了 大副过来 没看到 偷偷的将人一救 好 这边还丢块磁铁 修机子了 逼掉大副的怀表 这个时候 这波勘探员向空军挠到头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空军过来摸机子是什么情况呀 那这样的话打出一个空军的二挂了 他是不是不知道外面有台机子在修 小兄弟 为什么刚才不牵起来去挂呢 打出一个上挂飞的空军点 这边勘探员还有吃气球的 挂中场 这不能翻了吧 这勘探员 这么顶 大副这边 打一刀 就 找谁 一跳两跳落地 找昆虫 交闪现秒昆虫吗 交闪现秒昆虫没有底牌 昆虫这边的话加速结束 好像不交闪 这个人击倒不了 只能交闪 飞轮 nice 没想到吧 哎呀 钳子吧 你也有今天 大副这边的门能点吗 48 空军这边的话捏着枪在这边站着 人放下了 一跳两跳落地 完了 出事情 这 坐平了 哇 啊 坐在一起 我是 你 人 没想到 你 你看 你 我 那 avana 你 看到